Zither Harp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桥梁 没错 奥运会对我们北京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我们窗口行业的从业人员 大家的表现直接决定了我们城市的运转 直接体现的是我们北京的形象 乃至中国的形象 可以说首都窗口行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那今天呢他们将在我们的舞台上展示他们的风采 同时展现他们的决心 接下来我们侧台的制作展示已经准备好了 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搭档李然 有请 我们这里是展示舞台 说到这个窗口行业呀 朋友们不禁要问了 它都包括哪些部门啊 那可多了 跟您这么说吧 凡是跟咱们衣食住行玩沾边的 全都包括在其中了 所以呢 今天首先上台为我们展示的是来自菜百公司 梅州东坡酒店石井山店和北京神龙山庄酒店的员工朋友们 他们将为我们展示 自由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徜徉 一路的方向 照耀我欣赏 亮眼的边疆 随我去远方 一动坑派 这是我允许的感受 不应该 让我继续这种伤痛 便不改 我们坚持往下行走 愿自己的风奔去我们的行踪 而我脚步中变得重 变得失去自我 一天梦境我会尽情的去防守 请帮我享受 血液如此沉重 早已二累感动 比你一时一笑容 假假假 一 来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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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心上 自由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 永恒的徜徉 一路的方向 照耀我欣赏 遥人的边疆 随我 情人的边疆 so check this 有力去跟我说 我要动起来 跟着音乐节拍 脚步又慢得快 领波微步新手的奶 最爱是色罗菜 交出一条彩虹来 让海水流下来 感觉最痛快 荣城跟韩国的交往 是好几千年就开始了 而且荣城也是咱们国家 离韩国最近的地方 到在唐朝的时候 荣城就已经成为 中国新罗 也就是现在的韩国 以及日本海上贸易的 交通枢纽 你看有这样历史的渊源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 荣城自然也成了 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 来自韩国 包括来自日本 美国的很多的企业 纷纷落户荣城 在这儿找到了 他们的合作的机会 所以经贸合作 是相当的活跃 荣城真可以称得上 是一方宝地 准备啊 生起的时候 它在笔墨的情歌里 心中的小车 藏在儿时的杯盒里 你送来一片白鱼